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利语运动里边做一个子弹打木块的模型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这个呢,首先呢,我们是用了三个长方体 这个我们还是把它给,就是锁定 然后呢,粗糙程度的话,根据需要吧 根据需要去设置这个粗糙程度 然后这个其他的就可以了 然后把长度设长一点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那个被打的物体 然后我们设置它的宽高,然后设置位置 然后设置它的质量,设置它的粗糙程度 它俩的粗糙程度的成绩在开放 就是实际的那个它俩之间的那个摩擦因素 好,然后这个呢,是子弹 子弹呢,我们看一下 就是首先呢,我们设置质量 然后我们给它设置一个速度 然后粗糙程度的我们设成零 设成零的话,它和下边就没有摩擦 好,然后这这块有个什么技巧呢 就是如果你速度,比如说你设设的特别大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转化成质量的 这个 这个以后再细说吧 现在我们先设一个,随便设一个 好,粗糙程度设成零,然后这样 我们把这个的弹性系数呢,我们设到零 这个弹性系数呢,也设到零 这样的话,它俩就是 完全那个非弹性碰撞 我不知道叫不要这个词啊 就是它俩碰撞之后呢,就会 就会就一块运动了 然后虽然没有嵌进去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 看 其实碰撞里边也就那几项 就是弹性碰撞啊 完全弹性碰撞啊 非完全弹性碰撞啊 就这些 就并不一定非得是嵌进去 嵌进去也只是一个视觉效果而已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射到零点五 它就会 看,看,会反弹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都射到零 就是 就是子弹打木块的效果 并不一定非得是 打了嵌进去才是子弹打木块 它的力学模型是一样的 这样 然后你可以想办法去加一些 那个 就比如说显示受力啊 或者是 或者是有做一些辅助 然后做一些测量 都是可以的 好 这个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看看还能 做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 回头我加把尺子 然后能测 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看那个刻度的 它是有刻度可以数格的 没有尺子其实也行 可以数格 好 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大家自己多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